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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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趙佑 深蹲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訓練動作 對於你的下肢發展很有幫助 但是很多人沒有辦法正確的執行深蹲 有的人是蹲的不夠低 或是蹲下去的時候上半身會過度前行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活動度的問題 有可能是你的髖關節活動度太差 或是你的腳踝活動度太差 我今天先針對腳踝活動度的部分 告訴大家幾個改善腳踝活動度的方法 希望會對你的幫助 首先我們要先放鬆跟踝關節有關聯的肌肉 先放鬆你的腳底板 準備一顆按摩球或是一般的網球也可以 用腳踩著來回滾動放鬆你的腳底板 記得盡量把你的腳趾頭往上翹 延伸你的腳底板 你可以做個兩到三組 每組20秒到30秒 建議你不要用周圍有堅持的按摩球 因為你會很痛 而且效果也沒有比較好 一般圓滑表面的就可以了 再來要放鬆你的小腿 這時候可以準備滾筒 利用坐姿來放鬆你的小腿肌肉 把你的另外一隻腳跨到要放鬆的腳上 這可以把重量壓在上面 給他更好的按摩效果 這個動作你一樣可以做個兩到三組 每一組20秒到30秒 放鬆跟腳踝有關的肌肉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一些伸展 第一個伸展方法很簡單 你找一個牆面或是深蹲架 把你的腳放在上面 然後盡量的把身體往強的位置壓上去 你要盡量的把你的膝蓋伸直 努力的彎曲你的腳踝 然後撐住 你應該會覺得小腿很痛 而且很緊 這個很正常 代表你有在伸展你的小腿肌群 這個動作可以做個兩到三組 每組撐住30秒 第二個方法 你也可以先徒手伸蹲下來 然後在你的膝蓋上 放上額外的腹重來伸展 你可以放槓鈴在你腳上 隨著進步慢慢增加槓鈴的重量 過程中記得急著保持重力 然後盡量讓你的上半身可以直立 腳掌完全貼合地面 每組至少做個一分鐘 做個兩到三組 最後就是利用彈力帶 進行懷關節的鬆動作 找一個深蹲架 把彈力繩綁在上面 另外一端繞在腳踝上 往外用力將彈力繩延伸後 使用單膝跪姿 在腳跟不離地的情況下 盡量的往前推 停留兩到三秒然後回去 重複這個過程八到十次算一組 總共可以做個兩到三組 你也可以在你的膝蓋上 放上額外的負重 例如狐狸 除了幫助你伸展 也可以幫你穩定住這個姿勢 建議你使用寬板棒數 比較高的彈力帶 效果會比較理想 如果大家對於這種 彈力帶牽引收動術的原理有興趣 建議可以參考 靈活如爆這本書 裡面有很多範例跟原理的解釋 當你做完以上這幾種 活動度改善動作 你應該馬上就會發現 自己的活動度變好 可以蹲得更低 你可以先用單腳做測試 馬上就會跟另外一隻腳產生區別 這個改變是非常利己的 但有可能幾天後又變回去了 所以建議大家 有空的時候 就做這些伸展放鬆的特寶 你長久下來 就可以蹲得更好更穩 希望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假如你喜歡這個影片 也請幫我按個讚 分享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關注我的粉絲團跟IG 那邊會有更多照片跟健身指示的分享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謝謝大家 掰掰